接下来请游淑慧议员 议长还有市长还有师傅团队大家好 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来看师傅团队 过去我是坐在柯市长的后面 不过我想角度不同 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柯市长这次在跟大甲妈绕镜的时候 在脸书写下了两句话 喜调傲慢喜调偏见 那刚刚我们看到民进党议员在咨询的时候 江世民议员在咨询的时候 要求柯市长为国骂议员这件事道歉 那柯市长我看你频频点头 所以你应该是等一下会为了这件事道歉 不过既然要道歉了 既然为了师言而道歉 你的师言也不止一桩 你的言语暴力也不止一桩 我建议就在这个时候 在你从大甲妈祖绕镜回来 喜调傲慢喜调偏见的此刻 一并道歉好不好 过去你曾经骂人家白痴 曾经骂网友王八蛋 曾经骂好前市长死一死 曾经骂我的同事罗志强 这一些我都希望你今天一并道歉 过去你的联政委员会 也曾经学我们的促转会 用间接影射的方式 影射五大弊案 不好意思过去你所谓口中的五大弊案也好 五大案也好 里面八成的公文我都曾经看过 所以我认为你也是在影射我的连结问题 我也希望你在此就你过去所有的诗言 所有的偏见 所有的傲慢 在这里一并道歉 好 接下来请罗志强议员 议长还有我们市府团队及议会的同仁 本席在这边有一个郑重的要求 请柯文哲市长 你今天上台第一件事情 就跟许淑华议员道歉 没有尊重就没有任何意识的前提了 今天许淑华议员 他在监督市政提出一些预算上的问题 由得今天台北市长爆出口去辱骂他吗 所以今天柯文哲市长上台第一件事情 请你跟许淑华议员鞠躬道歉 但我要跟柯文哲市长说 今天你接受媒体访问 笑嘻嘻的说 你是个不常爆出口的人 当别人问你说 那许淑华议员呢 你说啊 那也不过一次 没关系 你记性不好 我提醒你 有人在质疑你的器官捐赠的问题 你不高兴 你爆了出口 有人拱你上台跳舞 你不高兴 你也爆出口 网友在你脸书留言 你不高兴 你也骂人家王八蛋 你也骂好市长 你甚至你的市府团队有样学样 提个大巨蛋的报告 上面编个漫画 都可以把马英九前市长放进去 还在他的台词加了一句国骂 那是你柯文哲的风格 不是马英九的风格 包括我自己在2013年 曾经对市政提出了建言 结果媒体问到柯市长 一句哪个混蛋提出来的 当有人骂你混蛋的时候 你非常不高兴 你在旁边的发言的团队 蒙地的炮轰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骂别人混蛋的时候 被你骂混蛋的人的心情 所以今天 岂止是柯文哲要跟许淑华道歉 请你跟所有被你的出口伤害过的人道歉 外界评价柯文哲的政绩 有没有 大家心知肚明 但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你是全台湾最没有水准的市长 谢谢